脸书创办人马克·佐伯格 几乎不论在任何场合都穿灰色T恤 看似对穿着完全不讲究 不过美国媒体揭露 佐伯格身上的灰T恤 是意大利厂商定制款 要价台币9000元 为满足想跟风仿效的民众 最新由厂商推出复制品 而且价格只有原版的六粉之一 不论是上街慢跑或是接受媒体专报 甚至出席开发者大会 脸书创办人马克·佐伯格 都穿着同一款灰色素面T恤 不过这件看似简单的T恤 居然是名牌货 一件要价台币9000元 灰色T恤成为佐伯格的正字标记 不过这款T恤市面上买不到 有厂商看中这股商机 推出号称和原版 几乎一模一样的同类商品 灰色T恤居然也吸引厂商模仿 不过这间服饰公司表示 利润将捐给佐伯格和妻子普利希拉 两人所创办的慈善基金会 佐伯格曾在脸书上秀出自己的衣橱 里面青一色全都是灰色T恤和脸帽外套 他表示只想专注于工作 不想在生活所事上浪费多余力气 甚至少做小的决筹 在什么你穿或饿或什么你饿 或者什么你吃到晚饭 或者其他东西之类的 都会让你疲惫 而吸引你的能力 我感觉我没有做到我的工作 如果我使用任何我的能力 普通的灰色T恤在左伯格加持下 多了科技味和时尚感 话题性大增 也吸引不少人想要效仿跟进 这位年轻的美国科技富豪 记者旺新华林小卿综合报道